北约增兵30万,竟是奔着中国来的 未料在内部,有人急忙踩刹车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俄乌局势尚未平息,北约又增兵30万 未料也可能是奔着中国来的吗 关键时刻,有人在北约内部急踩刹车 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放话 要将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人数增加至30万 是为了给俄罗斯致命一击 要将其团团围住,不给其任何一点战略缓冲的余地 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 北约此举会不会也是奔着中国来的呢 毕竟在北约新的战略构想中 不仅将俄罗斯定义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也首次提到了我们中国 目前,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大约有4万名士兵 现在要突然增加至30万 这个规模足足相当于原先的7倍多 可谓是疯狂 而在这疯狂的背后 反映出北约对欧洲安全局势 乃至对世界安全形势的判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按照北约方面的意思 此举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全方面的威胁 但俄罗斯到底给北约造成了何种威胁呢 要知道,俄罗斯每年的军费不过660多亿美元 然而北约各国加在一起的总军费 却超过了1.2万亿美元 所以,到底是谁在威胁谁 谁又是世界动乱之源 其实这些军费数据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般疯狂增兵的规模 完全是应对一场大规模高烈度战争做准备 不过话说回来,也别说增兵30万 就算是300万又能如何呢? 虽然受到直接影响的是俄罗斯 因为北约肯定会以冲突为幌子 把这些部队增兵至俄罗斯边境 但倘若北约胆敢与俄罗斯起直接冲突 那么俄罗斯绝不会心词手软 可别忘了,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态 称和平仅需不到半个小时 这里的和平是核武器的核 因而北约可能真的不敢 所以北约此番疯狂增兵 未必是完全冲着俄罗斯去的 分析认为北约此举也有可能是为了进入亚太做铺垫 毕竟这样的部队建立后 如果想投送到亚太地区协助美军 自然会方便很多 其实这很可能与北约邀请岸田文雄和尹熙月首次出席北约峰会 是系列连环阴谋 北约今后大概率会借机在日韩两国设立代表处 为北约军队定期派入东亚提供条件 也许这就是北约新战略构想有史以来首次提及中国的安全挑战 显然这是按美国的意图在行事 美国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用北约来对付中国 让欧洲一幕在亚洲冲演 其实对于此 我国也早已有了警觉 此前 我国外交部就多次发出预警 称不允许北约搞乱欧洲后再来亚洲搞乱 就是对日韩两国发出的警告 别妄想与北约进行军事合作 不要成为北约把黑手伸到亚太的战略跳板 日前 不管是否是我们的警告最终起到了成效 北约领导层内部 有人急忙踩起了刹车 就在美国拉拢欧洲国家试图联合抗中 准备拉着北约把枪口对准中国之际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突然对外表示 称欧洲不该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对待中国 因为中国是欧洲重要的贸易伙伴 有分析指出德克罗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 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接连召开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的关键时刻 要知道这两场峰会不仅商讨如何对付俄罗斯 其中对华政策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而比利时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 并且其首都布鲁塞尔又是欧盟和北约总部的所带地 话语权重要 所以德克罗的这番表态 可谓是在欧洲内部踩了刹车 试图阻止欧洲走到中国的对立面 毕竟对于欧洲来说 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得不偿失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